孕九医疗救护机是在孕九运输机的基础上 打造的一款可在空中进行诊治抢救 以及小型手术的医疗专用机 它具有完整的生命支持系统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远距离危重伤病源的转运 正常的运输机的话我们主要是空运空头空降之类的任务 但是我们医疗救护机的话主要是一个转运 运送一些商人 然后在飞行工作当中的话操纵动作 这些还要更加的柔和一些 防止晃来晃去的对后边商员有影响 现在我们身处的是我们机舱内 机舱内分为四个区 医疗储备区 然后基本质量区 生活区和重症区 我用于收治相对生命体质 比较平稳的一些患者 然后可以给予一些最基本的生命支持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中控台 中控台主要有监护和这个病人心系收集的作用 这个台面主要用于这个队长监测 这个整个飞机病人的一个生命体征 和医生医嘱下达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继续再往前走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重症监护区 用于相对来说生命起征比较危重的一些疾危重症病人 然后主要是有这个不创呼吸机 跟有创呼吸机还有五星电天火 然后整套的这个输液设备 孕九医疗救护机 是我军空运医疗后送骨干装备 这是该机首次附境外进行实演实保 和平天使2023联合演习 实现了我军卫勤力量航空投送走出去 探索建立了航空医疗救护力量 全链条全要素跨域实战化运用机制 和平天使医疗队空运后送组 主要完成批量伤病员空运医疗后送 在转运过程中 对危重症伤病员进行持续性医学监护和生命支持 承担着空中ICU的工作 此次是我军首次在境外展示空运医疗后送模块 我们医疗组有决心 有信心 也有能力完成好此次连演任务